您的意思是 日本新政府想发粮 送给香港群众是吧 是的 但是 现在前线战事吃紧 香港刚刚稳定 我们军粮的粮库 是处于亏空的状态 迟先生 作为我们的亲善大使 我们军粮的粮库 你的财产能够爆料到今天 你应该指引恩图报 迟某明白 而且将军啊 其实你并不用这么大费周章 香港的安定呢 我也责无庞贷 你们看啊 在你们这个军粮亏空的情况下 你们还想着这个香港的贫苦老百姓 所以这个迟某真的是 特别特别地感动 将军咱要不然这样 这批粮食 从我持家的粮仓里出 您看怎么样 好啊 教训德家 以后像这样的事情 您直接给我来一个电话就行了 但是今天我也不白来 我有幸品尝到了您家乡的茶叶 确实确实不一样 真是非同凡相 谢谢 那没什么事情的话 池某先告辞了 好 再见 再见 沟氏 什么事这么匆忙 坐在找你什么事啊 去找粮食 好 当街放冷枪 对 就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人抓到了吗 目前没有 但是放冷枪的不远处 小岛界发现一个人 林小庄 将军可强 将军可强 你要说什么 我就是觉得奇怪 林小庄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 出现在那儿呢 你怀疑叶冲的哥哥 有依据吗 嗯 目前没有 我只是一种知情 单凭你的怀疑 清泉家的两个儿子 被你列入可疑分子行列 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吗 嗯 龚本军 如果你的怀疑 没有足够的证据来佐证这件事情 那就是把我 把我们推向了万丈深渊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 可当街放冷枪的时候 林小庄确实在现场 他就值得被怀疑 你别忘了 你别忘了 他也是中国人 我现在最该知道的应该是 开墙的人到底是谁 而不是这样胡乱猜想乱扣帽子 我 我不想再听到你来向我汇报这种无用的消息 你应该把精力放在该用的地方 比如说 抗日分子 比如说 哪个电台 是 他们要发救济粮 却从你的粮仓里掉 真是太可笑了 杀人犯火的事他们都敢做 偷咱们家几粒米又算得了什么 是啊 看来你这个亲善大使的职位 也不能使你免遭盘剥之苦啊 他们的真面目现在才露出来了 老魏 我脑子有点乱 还是早上的事 我觉得这事有蹊跷 小庄 我放进去的情报 被人取走了 并且我决定 他就是来启动我的人 庄周梦铁 是我们的联络暗号 vagy 好像不是 他跟您的家伙拒绝 咱们是在家伙拒绝 哦 爸爸在哪儿呢 来了 出现了 电报又出现了 是 的确是敌方散发暴 将军阁下 这个电台被我发现以后 我监听了两天 此类的密电被我全部结获 结获此类的密电 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们现在并没有掌握 任何关于对方的密码本 或是三招系 这些密电对我们而言 只不过是一些废纸而已 这个发报的电台很奇怪 一般抗日分子发报的时候 都特别小心 而这个人发报的频率 却异常地频繁 而且不断地在更换位置 他是在车上发报的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找到发报者 捣毁电台 顾本军 相当每天来来往往 有上千辆车 任何的杂音都有可能 影响监听的品质 通过监测 找到这种电台 根本不可能 所以啊 要恳请叶少佐 这位电讯高手出马 测向车我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待命 为了帝国的荣誉 叶少佐不怕麻烦了 左堂将军 我只能先试一试 但依照我们现有的 设备和条件 想要找到准确的位置 很难 很难 那就辛苦你了 通知大家 立刻封锁军政厅 任何人不得进出 谁要是敢影响 叶少佐的工作 我让他吃不了兜之子 你去负责测向车 是 我先检查一下测向车 荣間 你不可以用电话 没事 你能够通知电话吗 不 你很努力 是 周氏会社 我今天在军政厅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下 晚上 你就一个人去好好玩吧 我们改天再约 那我票都买好了 怎么办啊 改天再说吧 愣着干什么 开始吧 开始 開始 8km,進 去左 五公里 左 你也不能够攻击 你改了小时 还没有把土气防徐 我确实是 这一段时间 但我拥抱 就这么久了 反正不过 你柯文老师 还怎么能拥堂 当然我们说 长官 整个密敦道 已经全部封锁 周围都是我们的人 你马上给我回军政厅 把预备队全部调过来 今天必须抓到这个人 快去 我家的酒 嗯? 好 兄弟 你也是北海岸的 你也吗 他在那裡 被人捕捉了 那裡是嗎 阿尔 阿尔 那是他 那是你 那是你捕了日本人 那是你 那是你捕了日本人 那是 那是你 一个人 宫本哨子 估门少总 搞这么大的阵仗 这是例行检查是吗 没错 我们查到了 共产党的移动电台 就在这条街附近 所以例行检查必须查车 查车 我看了一下这条街上 现在堵落不下有二十辆车 你不查别人的车 非要查我的车 你是在跟我过不去吗 对 就你的车最有嫌疑 你不要拿左腾来压我 我知道你跟左腾关系很好 没关系 出了任何后务 我来承担 拿来个 我来承担 慢着 顾问上总 查我的车可以 如果今天你把我这车 后备箱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 怎么办 如果我查到了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查吧 查 查到了吗 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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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pe 才好 我能擅長 靠近扭 懂嗎 雖然你們 谁也找不着了 他们总得做做样子吧 见到人了吗 没有 那你能确定是什么车吗 也不能 不过看当时公文的表情 应该是有目标了 我的身份特殊 不方便在那里久待 只能找几个醉汉 去那儿捣捣乱 不过我能感觉得到 我们应该是离战友更近了 冲 我知道 你比我更想见到我们的战友 没关系 一定会有机会的 这令相当不到半年 我被天皇钦点了两次 既然情报是从香岛流出去的 你们 两个谁给我一个解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阁下息怒 与其追究已经犯过的错误 不如想想如何弥补 没有那么简单 天皇陛下的手艺之处 由于我们的失误 整个的作战计划全部都作废 这直接影响到 缅甸正面作战的局势 这不是失误 这是犯罪 现在四万士兵 被困在九州岛海岸 其大交予固执在海滩上 面临着淡尽粮绝的局面 我真应该以死来写罪 将军够巧 属下有个办法 或许可以挽回当前的局面 有多长期吗 一百五百万 没不许可 アカリシア 真是有点 少爷 些人 他 出去 你要是 我们进行 你自己回sto 抖腾这些小房子 我是理解不了喽 相将又露面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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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下这么大的雨 是在看风景吗 西我王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飞飞 是今 采薇 将军阁下 我们可以再找池先生见梁啊 将军阁下 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 这个办法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是 是 是 至此 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好 我去把池城请过来 不 我要亲自去一趟池公关 还有其他同志的消息吗 其实入冬以来 我们不得不转入 深深的地下 他们现在在哪儿 不好意思 我实在是太想见见他们了 这正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现在 东江总队 一直在帮我们转移 爱国人士和咱们的同志 但是你也清楚 日本人现在非常疯狂 封锁了所有的马刀 我联系上的这些同志 急需转移离开香港 但就是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你是想让我帮你 把这些同志都转移出去吗 对 因为你有自己的渠道 还有自己的商船 你是最佳人选 难为你了 老魏 你说什么呢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知道吗 香江刚才跟我说 他送我那这身衣服 我穿着小了 你不许是 你怎么办 你还想把他送到 你不许是 不许是 你不许是 你不是 我 这人是 少爷 日本人 将军阁下 池先生今天的打扮很特别呀 商会那些老先生着实看不惯 池墨人老穿着洋装 所以今天稍微地改变了一下风格 池先生的存在就是要改变他们 看不惯 您说的没有错 里面请 池先生这个宅子是真正的不错 将军阁下 池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上一次您张嘴管我接梁 应该才刚刚过去两个月而已 一时一个美景 非常的不错 池先生 这才是突发状况 皇军的军舰在潜滩也搁着了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船上的补给也已经消耗殆尽 我们也没有接到任何天皇陛下 下达的回航指令 只能原地待命了 这得要感谢贵国在乡岛的那些 地下党的抗日分子 如果没有他们的破坏 我们的帝国军舰 载着我们的精英 已经踏平了东南亚 池先生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你跟佐藤将军保证过 在你们接下来的合作当中 类似于借梁这种小事 就不用麻烦佐藤将军 大费周商地打声招呼了 不知道今天我们亲自拜访 有没有让你感到 我们对于池先生的一片诚意呢 叶少佐 你多虑了 我并不是想反悔 当初跟佐藤将军的约定 只不过啊 不过什么 当初答应您向香港百姓 发放救济粮 但是池某没有想到 香港的民生 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您知道吗 当时不出三日 我池家的粮仓几乎都被搬空 现在您让我拿出同等数量的大名 我不是不拿 我是真的没有 将军各家 如果你要是想解燃眉之急的话 池某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说出来 日本人现在非常疯狂 封锁了所有的码头 我联系上的这些同志 继续转移离开香港 二位觉得我的提议如何 是否有 职先生 要跟我们军方的背景做生意 这个我不反对 但为什么是越南 第一因为他近 第二是出于我这个商人 敏锐的知觉 红酒和丝绸对于香港来说 应有尽有 但是他对于越南的法国人来说 如是珍宝 拿我们的鸡肋 去换取他们的粮食和木材 我相信这肯定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 哦 是这样 好 池县上大费周章 为帝国的利益着想 这个我一百个赞成 而且 在越南的日本政府 也会帮助你的 那太好了 那咱们说定我马上出发 嗯 这 这么雷利风行行吗 这是我池某人做事的一贯风格 货物就在手边 而且星货会的商船可以随时调配 我们还要等什么呢 有道理 有道理 叶冲 这次池先生 这一个人去越南 担负着帝国的众人 一个人不太方便 这样 你替我走一趟 和池先生一起到越南 去拿回我们的粮食 能跟池先生共事啊 叶某求之不得呢 也是我池某的荣幸 有道理 那就这样定了 后天出发 池先生 你的这个宅子 确实不错 将军阁下慢走 下一步怎么办 通知湘江 我们的机会来了 越南 为什么派你去啊 保驾护航 毕竟是在为日本人做生意 越南局势动荡 在铸越日军处 还有我的老同学 况且 我不想让这个池老板 离开我的视线 你还是觉得这个池城有问题 我这直觉告诉我有 但现在我也不能确认 至于是好的问题 还是坏的问题 我这次去 一定要一谈究竟 行 那你也注意安全 一定多加小心 哦 对了 那个电话 又消失了 什么时候消失呢 已经沉没两天了 一个的租光 有点 Giant 终于帮忙 老王 ar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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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ii increase Vikings 少爷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去趟新贵会吧 咱们这一走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 再说去越南也需要帮手 好 池会长大驾光临 请池会长说两句 兄弟们 现在时局纷乱 人人朝不保夕 但是我知道 星贵会的每一位兄弟 都是有情有义之士 但是在这乱世当中 想要夺得一席之地 除了有情有义 还要能屈能伸 星贵会已经成了 日本人的眼中钉 所以我希望大家 平时做事一定要小心谨慎 千万千万别再让别人 抓住你们的把柄 知道吗 是 小枫 你先带他们回去 我跟妮姐有事要说 明白 兄弟们 下来吧 怎么了 跟我还要悄悄话啊 你先走 经常这样啊 星贵会会长这个位子呢 我做不了 那不行 是这样 我答应左腾接管星贵会 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池家那儿有一摊子事 我现在又顶上了什么 维和会会长这个称号 我真的是没有精力 再来管你这个星贵会 喂 我堂堂星贵会的前会长 你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我要是让我兄弟知道 我有人不报那怎么换 我在全小赶人面前怎么换 你跟我说 停 你是真打算要报这个恩是吗 是 那我给你这个机会 真的吗 真的 你这儿是什么 打今儿起啊 踏踏实实地 把这两本 莎士比亚戏剧集 给我背下来 背不下来不许出门 我随时会过来检查 怎么 要走了还舍不得我呀 我走这段时间 帮我照顾好何盈 我担心 公本的人 会对他不利 你说的没错 没有你的制约 公本会更加肆无忌惮 不过你放心 我会帮着你 照顾好何盈的 我记得你 会发生了 有错 你却不 slots 叶少佐 池先生 这是青庄上阵啊 没有 我的行李 我的管家老魏 昨天已经帮我拿到船上去了 叶少佐就一个箱子啊 长头跋车嘛 带多了东西也不方便 那我先上船了 好 一会儿见 姐夫 这是所有的货单 我跟老魏队友了 你放心 别看了 你姐不会过来的 看来他是生气了 他想陪着你 你也不让 想多了 少爷 都到了吗 都到了 总共七个 都在几点室外人进不去 只要货物进了船舱 我立刻安排他们进去 他人呢 在你房间 二零九 坐 老魏跟我说了 上船呢有七名通知 这是你找到的全部通知吗 没错 七个人 一个都不少 这座船上 现在只有我和老魏 知道你们的存在 所以你们要像货物一样 悄无声息 委屈你们了 这个没什么 这座船上 还有啊 虽然只来了一个日本人 但是咱们还要小心亲身 能不见面 最好咱们不要见面 等明天船到了案 你们按照计划撤离 好 咱们的计划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 在这一次任务完成之后 我要返回香港 为什么 因为我在香港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 湘江同志这样啊 你没有完成的任务 我可以替你完成 你要清楚 这次能帮你们转移出来 真的费了很大的力气 但是池城同志 你知道下面那七位同志 在香港折服多久了吗 我救到他们的时候 香港已经沦陷了 因为日军在大肆搜捕我们抗日制使 他们没有展开任何的行动 在这次撤离的时候 有一部分同志 用自己的方式 留下了联络信息 湘江这个代号 是剩下所有的同志 唯一知道的信息 但她都可贴在哪里 听众的没有 靠近里 我做得出来 这个顾客